我给你一把 我给你一把 给你一把 你一把 晓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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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想到哪儿去了 小鹏 货拿到了吗 老大 好 货都在这儿 我知道了 我马上就回来 阿姨 我问一下407的客人去哪了 你知道吗 不知道 那麻烦你跟她说一声 她回来让她自己回去好不好 好 谢谢啊 好 走 给我 我问你 我问你 你问你吗 你问你吗 我问你 你问我什么 这 茶什么呀 行了 走吧 再见 再见 停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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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你看 那里面是不是坐了马脚棚 好 好 老板 又见面了啊 主队 我这车刚刚检查过的 检查过来再见 你爸不信封啊 这么什么 这堂堂的叶总会大老板 怎么现在做起鸡的生意了 我不做鸡做什么呀 好 郭伯 郭伯 周队 检查一下 是 什么都没有 我那机可贵 王 你听着 现在我们在执行公务 最好配合点 什么都没有 如果什么东西都没有 你就用不着紧张了 这 周队 杨志 给我把他坑住 别动 别动 我不知道那是什么 我不是 我不知道这谁的 我不知道这谁的 阿宝 真图品在哪儿 假的 不可能 喂 四零七的 给你一块儿来的的人 来过了 他让你自己回去 老大 您这招声东击西 可实在是太高了 马晓鹏他做事太张扬了 恐怕早就暴露在 警方的实现之下 不过 这也不是坏事 有时候啊 这坏事能变成好事 虽然暴露了 也有可利用的价值 老大 货被调包了 鹏哥 你的价值就在于 你又当了一次活把子 朱豪你说什么呢 老大 你看 小鹏 小鹏哥 要不你先上去 洗个澡 换身衣服 你瞧你这脏兮兮的样 你是那狗鸟骚味 快去 德队 又被马晓鹏给耍了 不见得 马晓鹏不像在演戏 我看他自己都不知道货去哪儿了 难道是被人调包了 这有两种可能 一种可能 就是卖家根本就没有给他争获 而另一种可能 就是金言利用他在吸引我们的视线 吸视线 哦 辛苦了 不是老大 有这个必要吗 据我所知啊 你刚一进城 就遇到了禁毒队的周大红师吧 不过 这不要紧 既然你也参加了 这事做的也比较成功 你肯定还会有你的一份 车子 小大 这 就这么点 魂哥 这就不少了 魂哥 这么着 这个 算兄弟我 来给你的 完了 我先走了啊 小枫 这就算是个教训吧 你平常做事 也应该学着像猪头那样的底底 干我们这行 小心驶的万年船 这你应该明白 谢老太 彭哥 咱有必要这么怕他吗 想想我马晓鹏混到今天 竟落到这个下场 不过还有一个人我不怕 吃定他了 谁啊 猪头 猪头 这次交易 金老大分了一半货给他 咱们要是把这个货弄到手 不什么问题都解决了吗 好 彭哥 搞猪头我第一个请战 早看那帮王八蛋不顺眼了 彭哥 我也去 咱们得抓紧时间 好好计划就好 好 马晓鹏准备对猪头动手 为什么 因为猪头有货 马晓鹏联系了一个东北买家 绰号火炎王 三天后交货 时间 地点 现在还不清楚 等我消息吧 那他们打算对猪头什么时候都不上哪 今晚 你怎么计划的 等马晓鹏交易吧 我阎王也是被统计的对象 马晓鹏一旦落网了 铸头也就不远了 所以 一定要搞清楚这次交易的时间和地点 明白 大哥 这可是比大买卖 咱总不能一直小打小闹 卖点散货呀 我得想 这火炎王是怎么知道我的 这正说明您名声在外呀 大哥 您想 咱们天中市地处要害交通便利 可在咱天中市做咱这买卖的 有谁呀 只有您和马晓鹏 这马晓鹏已经是臭名远扬了 我觉得咱们这回要是和火炎王 把这笔生意谈成了 那以后北方的路就开了 到那个时候 今夜都不算什么了 大哥可还是大哥 我听说这和炎王不好惹 咱们可得小心点 还怕他不成了 天中可是咱们的地盘 大哥 这可是五十公斤的 好 要不咱就干他一票 行 但是要记住 千万不能跟任何人交 那肯定 我给他打电话 我给他打电话 活颜王吗 久仰大哥的威名啊 独头老弟 你的名字我也是如雷灌耳啊 过奖过奖 听说大哥这次的胃口不小 小弟我怕喂不饱你 你有多少我都能吃掉 我这次来天中可不是旅游的 我就是冲着你 猪头老弟来的 五十公斤 五十公斤 好 冲大哥的名头 这买卖我给你做的 好 好好好 猪头老弟你果然痛快 咱们明天不见不散 怎么样啊 孟老师 您相当可以啊 明天我穿什么衣服见客户 老师 您的任务已经完成了 后面的戏 我该上场了 不会吧 我刚刚进入状态啊 这个是给您的 这多不好意思 多不好意思 四里松老师 好好好 行 九十段 一切换 我 如果yea 这个月有 nombreux 什么没来啊 谁没来啊 那个没来 那个没来啊 我怀孕了 怀 怀孕 真的假的 我听听 我刚才测了一下 是阳性 我真的当爸爸了 我真的也当爸爸了 真当爸爸了 明天要去医院 做一个彻底的检查 你想要 我当然想要了 咱们俩的孩子呀 怎么你不想要 我当然想 可是 你怎么了 可是什么呀 可是我担心孩子出生以后 我们给不了他安稳的生活 怎么可能呢 咱们什么都不缺 以后孩子要什么 咱们给什么 我说的不是这个 那你说的哪个 我说的是你 我 每次出去我都担惊受怕的 小鹏 咱们以后不干这个了行吗 咱们做点小买卖 哪怕没有那么多钱 可只要平平安安的 比什么都好 我想告诉你 最近这段时间 我一直在考虑这个问题 巧了 咱们的孩子帮我做了这个决定 什么决定 我想 干完手头上这桩买卖 就彻底退出江湖 带着你一起回老家 咱们老家山清水秀 风景特别漂亮 咱们一家三口人 不 十四口 安安稳稳地过下半辈子 还有小杨 对 还有小杨 你呀 什么时候都忘不了你这个弟弟 我就剩这么一个秦人了 我知道 小鹏 这次也别干了好吗 我们 我们这就走 那哪行啊 我都计划好了 还有那么多兄弟都等着吃饭呢 说实话 这些年我是挣了不少钱 可 你知道我大手大脚惯了 也没剩下什么钱了 我总不能让你跟孩子 跟着我一起受苦吧 这次这桩买卖 是一桩大买卖 能挣很多钱 足够咱们花下半辈子了 可是 可是我害怕 傻丫头 怕什么呀 我最近有眼老跳 我怕你和小杨出事 别担心 我们会小心的 明天做完检查 我送你到一个安全的地方 好好养着 你要送我去哪儿 我哪儿也不去 你看你 听话 好吗 这次 我做完这种买卖退出江湖 一定会得罪不少人 我不能连累你 我在郊区买了一座房子 你到那儿去 等着我们 我做完这桩买卖和小杨 就尽快和你回合 好的 明白了 大哥 这个火焰王确实来咱们天龙市了 而且还带来了大量的现金 说是要进一大批货呢 消息可靠 绝对可靠 这是火焰王的小弟亲口告诉我的 大哥 道路上的兄弟都说了 这个火焰王虽然厉害 但是很讲江湖道义 我觉得这个事 靠谱 给火焰王打电话 准备交易 是 龚哥 明天就行动了 对 刚才七话我都说了 这次是行动 只准成功不准失败 还有一件事 要告诉你 是个好消息 什么消息 你要当舅舅了 什么 怎么了 小杨 你好像不太高兴啊 没有 好事 好事 来 你抓紧时间去看看你姐姐 今天晚上我就要送她 到一个安全的地方 以免到时出了什么岔子 猪头会找到麻烦 好 我去 小杨 来了 小彭彤跟你说了吧 姐 你真的要把肚子里孩子生下来吗 你想清楚了吗 我想清楚了 你姐 老大不小了 晃悠这么多年 不就是为了找一个可以依靠的男人吗 他马小鹏值得你依靠吗 他是看着五大三粗的 可他对我挺细心的 重要的是 他人比较单纯 单纯 他可是 我知道 他现在是没干什么好事 可他答应我了 做完这票就收手 而且他从来没骗过我 我信他 你信他 他可是个卧不错的毒贩 那 我不管他马小鹏以前干过什么 那孩子是无辜的 赵小夏 你不想孩子一出生就没爹吧 你什么意思 你受 我 你 我 我 我 你 我 你说 姐 你听我的 把孩子做掉 马晓鹏真的没几天了 警察早就定上他了 他犯的是死罪 为了让我把孩子做掉 你就编这些话来骗我 我说的都是真话 我不想让你后悔 不会的 小鹏跟我说过 他做完这一票他就收手不干了 他要带咱们回他老家 平平安过日子 你怎么宁可相信他也不相信我呢 我是你弟弟 我能坑你吗 我倒是想信你 那我也信过你 可你呢 我一直以为你在当警察 你可倒好 跑去给黑社会当打手 晓阳 你以前跟小鹏混的时候 我劝你离开他 你怎么着 现在可倒好 跑过来说我 不管怎么样 孩子是我的 我说了算 我有我的原因 我不能告诉你 总之你这孩子就不能要 晚了 我一会儿就走了 走 我告诉你 你今天哪儿也不能去 小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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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东西收拾完了 咱们准备走了 你让我姐把孩子打掉 你疯了 你才疯了 马晓鹏你过的什么日子 脑袋逼裤腰带上的日子 你凭什么给我姐承诺 小霞 我跟你说 跟还原网交易 是我马晓鹏干的最后一票 这是一桩大门 我们会挣很多的钱 事成之后 我们俩一起去找人家 你觉得你跑得了吗 你这是什么意思 我的意思是 警方早就定上我们了 就算我们跑了 全国都会通缉我们 你愿意让我姐跟你过一辈子 提心吊胆 东躲西藏的日子吗 我们可以换个身份啊 甚至可以出国 我们有花不完的钱 马晓鹏你太单纯了 我不想跟你说 晓晓 我们走 你给我 晓杨 晓杨 你干什么呀 晓杨 我知道你关心你姐 可你别忘了 我才是她的男人 我更知道这种心难疼 我马晓鹏从小闯当江湖 混了半辈子 我不知道家庭 幸福真正的含义是什么 可有了你姐 我明白了 我一想过老婆 孩子绕炕头的生活 费什么就不行了 你姐是我的女人 我要让我的女人 跟着我受罪 那我还叫男人吗 我知道你爱你姐 但是这不够 毕竟跟你姐过一辈子的 是我马晓鹏 不是你叫晓杨 明白吗 小夏 你怎么走 小夏 咱们走 小夏 这是钥匙 东虎会送你过去的 你自己注意安全 放心 我会的 我弟说话 有时候口不择言 你别恨他 哪会啊 你弟弟就是我的弟弟 他还年轻 你帮我多照顾他 你放心 我会照顾他 最后一次 我向你保证最后一次 事成之后我和小杨去找你 让我走了 好 来 等等 这么长时间 也没送你一件像样的礼物 这个链子送给你 傻丫头 傻丫头 哭什么呀 这项链 你要一直带着 带着它 就好像我在你身边 来 看看 干嘛 干嘛这是 这不是生离死别啊 傻丫头 这不是生离死别啊 小杨 你姐已经到了 她非常安全 你放心 刚才我打你 是因为你姐 你别想太多 咱们现在最重要的 就是明天的行动 还有后天的交易 只要干完这一票 我就带你去找你姐 行了 你好好休息吧 明天看你的了 怎么样 准备好了没有 好 好 老大 都在这儿啊 小杨 是我 怎么样你那边什么情况 我准备好了 猪头他们快出发了 一共四个人 彤哥 出发了 好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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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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什么人啊 这么觉得 导标 手机给我 小马 你小心点放慢速度 有辆车插在咱们中间了 敌人 宣似朋友 是你 好像捧好大胆子 连我的货他都敢抢啊 鹏哥 这是干嘛呀 坐 跪 蹲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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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老大 真是无法无天 这个马晓鹏他想干什么 老大 马晓鹏他这是公然造反 我全部都祸呀 雷子 在 把马晓鹏给我找回来 是 还有 见不着人把尸首给我带回来 这个 你还愣着干什么 去 是 你们也都跟他去 都去 是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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跟大家说过 我吃定猪头了 潘哥 这次金老大 肯定不会放过砸的 到现在我还怕他金野 我打从这么干的时候 我就想好了要跟金野翻脸 潘哥 潘哥 不好了 不好了 猪头 猪头正带人到处找你的 见人就砍 跟猪头在一起的 还有一个金老大一个打手 潘哥 这回交易取消了吧 咱们先找个地方躲躲 你别跟他们硬碰硬了 是啊 潘哥 躲躲吧 潘哥 躲躲吧 你们放心 这一切都是我马晓鹏的主意 我早就料到会有现在这个局面 跟火炎网交易是必须的 但我不会连累大家 各位兄弟跟了我这么多年 都是缘分 我马晓鹏走到现在这个地步 只有背水一战 做完这票 我就退出江湖 我知道 现在警察 金野 猪头 都在盯着我 都想置我于死地 但我不怕 这次行动 不成功 则承认 如果现在有想撤的兄弟 就站到我的左手边 没关系 我不会阻拦大家 这些年 我也攒了一些钱 不多 算我一点心意吧 也算大家没有白跟我一场 好 桂云 谢了兄弟 这么多年跟着我出生入死 彭哥记着 彭哥 你一直都看得起我蝎子 我的主意 你一直都记着 我想最后跟你说一句 你还是先逗逗 兄弟 别再说了 我是吃了秤驼铁了心 来 拿着 谢谢 兄弟 谢谢 兄弟 谢了 房子 伙子 你有什么打算 我没什么打算 我从小没爹没娘 我也没什么文化 从小我只知道打架 自从认识了你 鹏哥 我东虎知道 我这辈子有一个大哥了 以后不管你干什么 去哪儿 我跟定你了 谢啊 兄弟 这样 我还有一件事要你去办 我知道了 鹏哥 小心点 小阳 你还是去找你姐吧 你姐临走的是我答应的 不能让你去冒这个情 我哪儿也不去 我得看着你 不让你死 我命大着呢 哪儿那么容易死啊 各位兄弟 我马晓鹏对不住大家了 我给大家去供吧 小阳哥 你怎么还不睡呢 睡不着 明天还得交易呢 赶紧睡吧 知道了 上午十点 何滩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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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二十号 根据最新线索 东北独贩 绰号活颜旺的严小强 已经来到了天中 今天就会和马晓鹏进行交易 具体时间和地点还不清楚 不过我们请了特警队的同志 进行支援 务必在他们交易的时候 把严小强和马晓鹏 一举抓获 大家看地图 我们在这里 这里 还有这里 都会有埋伏 我和杜小飞为第一组 在滥舞楼前进行监控 梁志和方婷 在滥舞楼后进行监控 田队和陈队 跟特警队的同志作为机动 一旦掌握了马晓鹏 具体的交易地点 立即实施抓捕 大家都明确了吗 明确了 同志们 方向明同志遇害以后 我和专任组的同志们 一致认为 方向明同志的死 跟马晓鹏有直接关系 之所以让他逍遥自在 是因为没有足够的证据 所以 这次行动非常地关键 绝不可能有任何闪失 一定要人赃俱获 这也是 我们查清方向明同志 死因的最好时机 加油 本心 消警科 大家任务明确吧 明确 跟着 人之间 一个人走过这片水泥森林 一杯酒沸腾我的回忆 一句话落在嘴边 却生来心底 眼睁睁看着你的离去 我最近爱的你 但因为我祝福 就不要为我哭泣 是否记得我曾读定 就算到下一步放弃 是否仍记起我所有的努力 燃烧我所有的记忆 为我最亲爱的你 原来最了解我的人只有你 回来我的爱 我的心怎么曾尴尬 不希望这一切是想意外 对于错是与非黑与白 回来我的爱 回来我的爱 生命里没有你 没有色彩 青春的话 依然为我们盛开 愿让我 带给你的山脉 这世界 不会再有 隐瞒 对于黑丝 这世界 在读写中 在读写中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